当我们轻轻地走进安静优雅的正东图书馆三层西侧自习区 一入眼帘的是图书馆精心布置的倪仁章世家张宇先生艺术作品长设陈展区 第六代倪仁章张宇先生一直从事彩塑作品创作和教学 中西方雕塑对比等研究 积极探索传统的尼索语言如何在当下更丰富的文化体系中表达对人生的理解 并将这些丰富的精神意韵完美地融会于作品之中 倪仁章世家张宇先生艺术作品长设陈展区 展出了张宇先生的六件经典作品 希望师生可以了解倪仁章世家百年历史文化与发展 重新审视中国彩塑艺术的美学价值 加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 弘扬传统文化 树立文化自信 此外展区精美的书架上 还贴心地为师生准备了张宇先生撰写的文学作品 师生可以更深刻地了解 倪仁章的发展历史和工业技术的传承 西之爱鹅 据传书圣王西之从观察鹅的动态中获得启发 将灵感运用于书法 作品中书圣姿态闲雅 栩栩如生 鬼谷仙世 鬼谷子 谋略家纵横家的鼻祖 张宇先生对线条细节的把控连贯自然 将鬼谷仙世的运程帷幄刻画得生动自然 文观公 张宇先生2021年最新限量作品文观公 将观公置在春秋 赤胆忠心的人格魅力表现得细致如微 东坡观宴 苏东坡 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 东坡爱宴 世人皆知 作品中东坡首孔宴台 全神贯注 一善必百邪 尊魁 承恶扬善 浩然正气 被世人称为万应之神 作品中的重魁 身着关袍 壮元红 祥瑞威夷 孔子怀文王 孔子 儒家学派创始人 张宇先生怀着对至圣先师的致敬 创作孔子怀文王 作品温和内敛 使人心静 自然平静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作品介绍 可以扫码识别尼苏作品旁边的二维码 这里还有关于作品的主题图书推荐 方便师生借运 尼人章世家张宇先生 艺术作品长设成展区的设立 让师生能更直观地欣赏 中国传统尼苏的文化与底蕴 感受民间手工艺术的鲜活生命力 以传统与匠人精神为视角 解读传统艺术在当下的发展及变化 欢迎广大师生前来观展和阅读